无父无母 又只有无责任心义父的野孩子一个 除了靠自己还能靠谁 风啸啸长大后圆滑大 其实因为成熟社会不需要分世嫉俗的性格 但他如果在海底时代也这么一位好说话的话 在孩子们中间看起来就是人气吞声好欺负的软淡 小孩子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怜悯宽容 更不懂得信上所谓圆滑通达的沉稳个性 他们的世界简单的近乎直白 我有的而你没有 那么我就可以嘲笑你 我嘲笑你而你又不反抗 那就可以再变本加厉 如果再加上偶尔从大人口中听来关于其他孩子的闲言碎语 优越感自然而然的由此而生 其外号集体孤立 或者是受某些影视剧影响 歪曲想体验英雄的感觉 在那种年纪的圈子里 方小小这种怎么欺负都不怕有人会帮他出头的孩子 自然就成了大家展现优越感的最好对象 如果他自己再不懂得还手的话 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未成年保护法的凶残之处就在于 只要你是孩子 那么不管你犯了多么残忍的错误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一句孤儿 里面的百种滋味 外人根本不可能从干瘪平凡的这么两个字里 就能体会得出来 平常方小小确实好说话 嘻嘻哈哈仿佛什么都不计较 但当你以为他是软柿子想捏一捏的时候 却能发现这人其实心子里还藏了根细小尖锐的印刺 一不小心针压到他底线的话 就会冷不丁渣的人生疼流血 比如七悠悠和敖浅被绑架的时候 再比如这次听到黄建言死讯 风小小笑眯眯地拎着盘骨和蔼征求意见 你是想乖乖待在我这里 还是想乖乖待在神庭 待 待在你这里 很好 风小小把盘骨丢在一边 然后脸色一转 非常热情招呼皇家父母二人 伯父伯母座 田素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想重塑你们儿子身躯呢不难 就是要花点时间 如果想保证血缘关系的话 回头加工的时候你们献点血就行了 相当于又生了一次儿子 皇母听得有点迷糊啊 求助目光下意识转向自己老伴 顶着老婆的期待目光 皇父下意识往风小小下半身的舌尾飘去一眼 再镇定地将视线飘移开 干咳一声 请问 姑娘是 神仙 妖怪 连田螺姑娘都出来了 这世上还会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万年前曾见只女娲 造人绝对是专业货 伯父放心好了 风小小拍胸脯保证 皇父呛了个 完全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大牌的明星 依依提前飞回桃一巴 知道这会儿有人要来 大家还有事情要谈 早早就提前做好了宵夜 刚才在厨房里加热 现在正好端出来 风姐吃碗面 叔叔阿姨也来晚吧 听说 您二老一直没吃东西啊 招呼完客人后 再转头对风小小继续问 今天是不是要加班啊 我去仓库找倪人兄弟 搬带新土过来吧 你把配方笔给我就行 自从这边人多了之后啊 房间就有点住不开了 早先捏出来的实验品 您人兄弟早就被风小小外放去郊区干活 那里租了一间小房当仓库 两兄弟日夜轮流手仓库或挖土 是风小小能最大限度降低桃一巴成本 毕竟一票白吃白喝的无赖货也不是那么好养活的 更别说这帮人大部分还没什么正经的工作 也行 风小小想了想 这种晚上出门要掩人耳目只能走空路 再加上整个陶一巴就一一速度最快 叫他去还真是最合适不过 以前给王威速肉身的时候 我记得配过一次泥土比例 你找找我房间里还有那张纸没 好嘞 一一放下面条就要上楼 风小小突然想到什么又补充喊了一句 脂肪和肌肉的比例稍微调一下 别照办王威的配方 不然我万一不小心给人儿子 捏出个三十六C出来就坏菜了 要你吃不准的话 就两样都多搬点啊 知道了 放心吧 一一头也不回地想跑进屋找配方 皇妇皇母深觉得刺激啊 一时都不知道该接个什么词 啊 刚才说到哪了 风小小转回来继续招呼二老 哦 对了 你儿子的身体差点血 放心吧 我现在技能熟练度 比第一次做的时候还好 绝对给你儿子捏出个黄金比例身材 呃 皇妇稍微当机了一会儿 那就谢谢你了 要不要我们付出点什么代价 风小小莫名其妙 代价 是啊 您尽管说 皇妇慎重点头 电视小说都有这么个梗来着 比如说跟神魔签下什么契约达成一个什么心愿 然后提出恳请的人要付出点什么 比如灵魂啊 心脏啊 呃 拿错剧本了 这是神仙 那么就斩断七情六欲伺候人家 要不铺桥修路终身啃萝卜 黄妇正做好觉悟大开脑洞想象着未来的辛苦修行的时候 风小小似乎明白过来了 呃 也对哈 我这也算工作了 呃 那这样吧 巴黎有标价 指定老板做作品的话 底价三百 看作品大小和精细程度有涨幅 最高峰顶三千 三千 黄妇没了半赏 不可思议微微提高声音 贵了 风小小摸摸下巴有点为难 呃 前阵子你儿子在我这儿白吃白住还没算钱来着 呃 好吧 毕竟是熟人 给你打个八折 不能再少了 风小小态度异常坚定小手一挥 旁边的盘骨都想捂脸呢 连他这二逼 呃不对 连他这不在乎世俗繁城规矩的人都听出来了 人家是觉得这事情太便宜 简直跟天上掉馅饼都没什么两样 风小小其实也不是真不懂 只是装傻 这事严格算起来虽然不是盘骨造的孽 但他毕竟袖手旁观和得了最后的便宜 对着白白损失个儿子让盘骨鱼翁得利的皇家父母 他底气始终不是那么足 好歹也是混沌时期就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揍归揍 因果还得帮人还 四号 自己怎么能这么大方友善温柔体贴呢 皇妇哆嗦着嘴唇 话都说不出来的借用了一下风小小的手机 房子虽然炸没了 但银行卡号还记得 网上转个账 一切就都搞定了 2400元画账成功后 眼看着号称女娲的那姑娘 当真没在提什么其他要求了 皇家父母都一直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 等依依再从房间里找出那片配方 在院子里化身精味冲天而去时 受过太多刺激的二老已经彻底麻木 转回脸该吃面的接着吃面 嗯 这汤头真不错 炖的绝对有超过两个小时了 吃完面之后 泥土紧接着也被一一运送到位 接下来就是放血活泥 再折腾一通玩了看时间 离平常开店门只剩两个小时了 这两个小时要扶到盘古写检讨家数职书 完了还要监视他去找吴小哥认错道歉 态度绝对不能恶劣 算算肯定是没有时间立马工作了 风啸啸说明了一下情况 安抚过皇家父母之后 给对方二人安排住的房间 再开放个DIY小间放下活好的一堆心灵 最后打着哈欠一脸苦鼻拎着盘古上二楼 四哥奥 怎么就没人给自己发加班工资 你让本 让我写福罪书 盘古先是惊恶看封小小 再看了看面前桌子上摆的纸笔 最后大怒拍桌 女王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要能模仿你的笔记就帮你写了 你以为我爱跟你在这磨叽啊 封小小伴来台小笔记本 上网飞快搜索贩本同时顺口无精打采的 黄奸炎的自己你应该写得出来 毕竟手感也是种身体本能 但要注意别写成甲骨文啊 对了 你上辈子死前有甲骨文吗 当然没 我那种文字是阿呸 我没跟你说这个 盘古勃然大怒 总而言之 这种文书有爱体面 我是绝对不会写的 方小小实在没精神和一个熊孩子讲道理 顿了一顿后 干脆面无表情转过脸来 甩了甩尾间威胁 一句话 写不写 盘古没了一瞬 目光飘逸一下 再勇敢地从那条白色蛇尾 转回风小小脸上 非常有节操地坚持原则 即便你再怎么威胁 这文书 我也绝对不会写 哟 不管用了 风小小惊讶了一下 不用武力威胁 点点头很好商量 合上笔记本起身 那我现在去跟西哥说你非理我 等等 站住 盘古大害 眼明手快身体帮一个飞扑过去抱住风小小手臂 一愤填膺斥责其毫无节操的诽谤行为 你怎能这般无耻 信口雌黄 我个人更喜欢称这为机制 风小小转身最后问 写还是不写 我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盘古咬牙切齿 终于含泪屈辱 我写 既然说到吴小哥 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原本黄奸炎接近对方 理由是因为想从对方身上学到炼器入道的法门 可是现在他一不小心被玩死 又被心情大好的盘古主动放出魂魄脱离肉身 那么一步到位直接有了新的躯体之后 再待在六扇门 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在陪盘古去向吴小哥认错的过程中 风小小简直是心里焦脆啊 要看惯一个武力之暴表 性格却有极度不稳定容易暴走的极端恐怖分子 这简直是一件再痛苦不过的事情了 这种经历有一次就已经足够 但顶替了黄奸炎身份的盘古 如果继续留在六扇门的话 可以想见日后他和吴小哥打交道的机会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 先不说盘古本来就想干掉 义务入道的修炼人士 但是吴小哥的性格 也不可能容忍这么个 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分子 相看两相艳 然后就是天雷勾动地火 封小小简直不敢想象啊 如果真的把这两个人长期放在一起 究竟会发生多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参与讨论盘古未来的拘留问题的人 包括封小小 杨炎和皇家父母 前二者是因为直接关系淘以巴 后二者则是因为与盘古 目前肉身有直接亲缘关系 当然 目前拥有肉身使用权的盘古 根本不鸟他们就是了 我儿子 既然曾经说过要拜师 那就不能背信弃义 皇父思考良久后 沉痛道 虽然 我个人也不喜欢那帮鹰犬 但行走江湖 信诺为先 他既然说了 现在就不能反悔 我听说过的不是一字为先 封小小先好奇 而后纠正 做出承诺的是你儿子 问题现在你儿子身体里的是阿盘 你觉得背信弃义好听 还是弃师灭族好听 反正我对他们俩能和平共处的事情 并不抱乐观太多 皇父牙疼个 毁坏的 不都是我儿子鸣伤 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吗 皇母哀伤安慰皇父 这儿子呀 就当咱们白生了吧 胡说八道 皇父怒斥 老子辛辛苦苦才折腾出这么一个儿子来 你一句白生 就白费这么多年劲儿了 扬言 最近小区严打 两位说话注意点 然后再转向封小小 与其讨论这个 我觉得我们不如先调查皇坚严的死因 小玉罗在封小小口袋里摇颤了几下 死因 封小小凝色想了想 二哥的意思是说 皇哥的死因不是意外引起变态兴趣那么简单 皇家父母顿时不争论 关于儿子生出来后 谁费尽更多的问题了 一起把头扭过来 目光啄啄盯着扬言看 就连盘国都感兴趣的 投来一丝关注 难道是自己哪个手下设的局啊 好计谋好智慧啊 必须发奖金 这番计划能把自己弄出来 心思真算得上是缜密无双 虽然说他最后还是落回女娲手里吧 但有一就有二嘛 本来我也觉着 大概是小黄采狗屎掉人品了 扬言在笔记本上刷新状态 而后调出条记录 转给封小小 提西风出赛中 感觉到埃普洛斯灵魂的波动消失 赶回来才发现自己跟了两年的目标罪人 已经魂飞魄散了 他白做两年工 正生气刷推特呢 据说好像埃普洛斯死前 接的最后一单生意 是在东方的恩尽 我怀疑 这个黄就是指黄奸言 关于八卦也是能获取最新资讯的 封小小精神一阵 详细问问提西风 看他知道的更多不 皇父皇母也咬牙 我儿子无讲四美类 扶老太太过马路 谁这么缺德 雇佣杀手对付他 他们后来在警局也听说 埃普洛斯的事情了 正在挨他 扬言表示很淡定 实在是不淡定也没办法呀 家里有一帮子 能调戏生死轮回的 破坏逻辑生物在 任凭谁也不会 把死个一两次当回事了 除非啊 魂飞魄散才有得看 提西风在哈迪斯那里发飙 要求严肃向薛鬼王追问 天朝方面 随意拦截他人任务目标的社交 并怀疑我方明界 采用非法竞争手段 由于希腊北欧两方明王 最近合作倾向 可能双方会联手在外交上 向我方施压 从而引发揪 没让你关注这个啊 风小小吼 提西风还没回复 我就随便调节下气氛 扬言掏下耳朵 耸耸肩间摊手 皇家父母疲惫复 表示这种调节气氛的高端话题 自己实在应付不来 小玉罗在风小小口袋里拼命发烫 风小小无奈了 看来这人也是很不甘心自己白白死了一次的事情 只好把玉罗壳也掏出来摆在杨言电脑面前 杨言扫了一眼 手指戳戳罗壳就默许了 等了好半天 当大家把提西风最近更新的状态都无聊地扫过一遍 顺便连下面的转发回复都快看完的时候 提西风那边才终于回应 不是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怨念刷屏 太过分了 这四个字在屏幕上无限扩展延伸 对方似乎希望能通过这个来引发杨言这边的愧疚 杨言大大方方把自己这边的情况解释了一下 不是我们抢你目标 主要是你的目标和咱们主神寄生的肉身干上了 肉身主婚一死 主神上线 顺手就把冒犯自己尊严的人刷成了灰灰 这主要是沟通不良的结果 一切呀纯属巧合 提西风那边半天没回话 似乎被噎了一下 而后接受了这个理由 知道对方不是故意的也就算了 谁叫艾普路斯最后一把玩得这么大呢 更何况他气愤的也只是气愤自己白白被人溜了两年 真要惹上东方的话也惹不起 有个台阶能下来就行了 提西风说 艾普路斯和人联系的时候 他隐约听说好像是因为这次要杀的目标 吞了别人的黑钱 因为目标人物是东方机关关系 这里的罪人灵魂反正他也收不走 所以就没有去关注和查验更多 杨烟皱眉在戳戳电脑前的小罗壳 配事不小啊 居然还会黑吃黑 小罗壳气得壳身都快烫红了 黄复沉音 这么说来的话 那个挥发外国男人在绑架我和老伴的时候 好像确实也提过 似乎说是我儿子资藏了人家几百万欧元 封小小自己把自己呛了个惊讶 多少 你儿子内裤都快买不起了 还能有几千万身价 小罗壳简直快要气得自爆 这种别人说话自己无法插嘴反驳清白的感觉 真是太不好了 是栽赃吧 杨烟和提西风文字告别个 而后和尚电脑转过来 黄奸炎我们也还算了解 他就算有那个身手也没那个胆子 有那个胆子也绝没那个质 不要再红了 再红你就要自爆了 封小小顺手把小罗壳收回口袋 不让这情绪激动的家伙继续旁听了 反正他现在除了发烫外什么都干不了 连话也不能说 本集演播 慢猪耳 蛆蛆 蓝月耳 小裙子 夜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